这对兄弟就因为长得丑 就被警察当成通缉犯 他们只是去湖边钓个鱼 姿势奇葩被当成变态 美娜吓得直接钓到湖里 熊达赶紧下水 把美娜救上来 放到岸上赶紧心肺复苏 一下两下三下 见美娜还在昏迷 让熊二做人工呼吸 熊二呢刚要做人工呼吸 没想到美娜醒了 看到熊二在亲他的嘴 熊达又奇在的身上 起起伏伏 手还按着他胸部 美娜大吼一声 一脚踢中熊打小鸟 一耳挂子扇翻了熊二 美娜转身撒腿就跑 谁知前方一个小悬崖 太紧张没看清 直接摔了下去 晕倒了 看美娜受伤了 两人合力抬起美娜 直接被回家里 给他治疗伤口 没想到这一幕 被美娜的朋友看到了 这一荒山夜灵的 以为美娜被绑架了 于是 朋友们准备去救美娜 之后发生的事 更加荒诞搞笑 今天熊熊讲讲 2024年 最新爆笑喜剧电影 帅哥们 脖子 赶紧来讲讲吧 两兄弟熊大熊二为人很好 唯一的缺点就是长相太不友好 就这颜值简直是罪犯的标准长相 女孩美娜在超市看着可爱的小狗 忍不住多摸了两下 抬头就看到笑着的熊二 熊二好心想把他拉起来 美娜却误以为他要耍流氓 好友上前撑腰 可一看熊二就吓得连屁都不敢放了 就在这时熊大也拎着大锤上前 把这些人全都吓走了 殊不知命运的齿轮从此开始转动 路上这伙人不小心撞到了山羊 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 爽快地开车走了 可怜的熊大熊二成了他们的替罪羊 两人开车路过这里 看到了地上的山羊太可怜了 准备拉回家买掉 两兄弟打包山羊上车 没想到被路过的鸟叔看到 鸟叔自从上次被马哥摆了一刀 这次竟然真的当上了警察 看他们两个凶神恶煞的样子 袋子上还有血迹 连忙让两人别动 以为自己的一等功来了 鸟叔让旁边的小警察上去查看 很可惜里面只是山羊尸体 鸟叔查看了两人的证件 确实没有问题 只好放他们离开 兄弟俩来到中介所说的别墅 完全是买家秀和卖家秀 只有一点是一样的 那就是绿化很好 房屋里面也没有让他们失望 依旧走的是破旧风 可熊二很满意 两人决定在这住下来 他们意外在地下室发现奇怪的符号 雕像上还有一把手枪 手枪里还有子弹 拿起来咬一口 竟然是银子弹 看起来以前应该会举行过某种机会 两兄弟把山羊的尸体埋葬 就去湖边钓鱼了 感叹着什么都有了 就是没有桃花 刚说完话就看到了远处的美娜 美娜正对着湖边散心 两兄弟忙着减低存在感 可鱼竿却在这时动了 两人赶紧一起用力 等美娜一回头 就看到了两人奇怪的举动 好家伙 超市的变态在这里放飞自我 美娜吓得失足掉进水里 这下英雄救美的机会来了 熊大率先跳进湖里 把美娜救起来 熊大赶紧做心肺复苏 一下 两下 三下 看没动静赶紧让熊二做人工呼吸 熊二马上要做人工呼吸 不料美娜在这时醒过来了 一个骑着自己摸自己的胸 另一个还亲自己嘴 他以为两人要开车 一脚踢到熊大小鸟 又给了熊二一个耳瓜子 狂奔着逃跑 却再一次摔倒在地 摔晕了过去 两兄弟急忙背着美娜离开 带回家给美娜治疗伤口 却被躲在暗处的美娜好友看到 还以为她被绑架了 好友连忙跑回去告诉同伴 可这里一点信号都没有 相比于美娜 富二代更担心自己的手机 手机在美娜衣服里 里面还有她很多不雅照片 于是立马让一人去报警 其余几人先去营救美娜 第二天醒来的美娜 看到外面熊大在修车 叮叮光光的很暴躁 而熊二在厨房用着喷火枪 好家伙 不会是食人足把 美娜吓得够呛 偷偷拿上铁钩就要离开 却被熊二发现 刚想逃走被熊大堵在门口 美娜举起铁钩砸过去 只听砰的一声 熊大也吓了一跳 还好砸到房梁上了 熊大问美娜你在干嘛 美娜颤抖地说 我在测试房梁是否结实 然后美娜吓得抱着柱子叫妈妈 经过一番解释 美娜才了解事情的真相 他们都是自己的救命恩人 与此同时美娜的同伴们 也悄悄摸到了外面 眼睛搁上前查看 正好看到熊二用手套勒着美娜 而真相却是 美娜想主动洗碗 熊二还献上了自己妖娆的舞姿 屋内气氛融洽 却把屋外的熊大酸到了 结果一刀下去砍出一个马蜂窝 引发了一连串的蝴蝶效应 熊大吓得挥舞着电锯 一不小心把旁边的雕塑警察斩首了 旁边的眼镜男正好看到 下一秒 熊大就抡着电锯朝他跑来了 这可吓坏了眼镜男 赶紧撒腿就跑 其他三个看到也蒙圈了 德州电锯杀人狂来了 他们也赶紧跑 熊大从后面追出来 大喊着 有马蜂快跑啊 可笑花好像完全听不懂他说话 下一秒就撞树上了 熊大也向远处跑去 笑花起身愤怒地大叫 这可是我花三千万整的容 现在全毁了 气得一脚踹到树上 结果下一秒就悲剧了 一根树叉让他领盒饭 熊大被马蜂折了一脸包 发誓要把周围的树干全都粉碎 刚刚死里逃生的眼镜哥他们 看到笑花被树干穿刺 这下更加确认 两兄弟就是连环杀手 决定为笑花报仇 此时的熊二正和美娜做手工 熊二想做个箱子种蔬菜 美娜也加入 尝试了一下射钉枪 做好后还亲自躺进去试试大笑 开心地让熊二给他拍照 这一幕落在同伴眼里 就变成了熊二要活埋美娜 必须要行动了 三人兵分两路 两个好友拿着球杆准备从后面偷袭 却被熊二发现 熊二看向他们的眼神中好像在说 今天就是你们的死期 好友冲上前 结果一脚踩到水坑 被电的冒烟 后面的眼镜哥不服 却被电线绊倒 主动飞进了箱子里 离钉子不到一厘米 这下连一厘米也没了 另一边的同伴也出事不力 想使一招飞刀 不对刀呢 怎么在自己脚上啊 同伴好不容易将刀拔出来 大叫一声冲上前 直接扑到粉碎机里 熊大看到都懵了 为兄弟假期作业没写完也不能送人头啊 立马要将他拔出来 但也无济于事 只剩下半个身子 现在两条人命没了 谁敢相信 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只是一个马蜂窝而已 就这送人头现场 柯南来了都得思考半天 熊大连忙跑来找熊二 激动地说着 有人主动来送人头 想送分让我上荣耀王者 拉都拉不出来 熊二表示 我这也一样 我就想安静地当个美男子 倔强青铜就挺好 好家伙一下葬送了两条人命 美娜听完都直接晕过去了 这可完蛋了 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 就冲着这两张脸 绝对不会相信他们是无辜的 就在两人想对策的时候 他们埋下的山羊从土里伸出一只脚 竟然复活了 另一边去报警的阿呆 开车在路上竟然又撞到了山羊 山羊怒了 有完没完竟然撞我两次 直接上车咬了阿呆一口 吓得阿呆连忙汽车而逃 总算在路上遇到了警察 他把自认为的真相告诉鸟叔 鸟叔马上出警 开着警车来到别墅 看到箱子里的眼镜和尸体 还把埋葬山羊的坟墓 当成人的坟墓 来到后院 还有半个同伴的尸体 这下人证物证都全了 两兄弟是彻底洗不清了 鸟叔悄悄摸到屋内 正好偷听到两人要处理尸体 一脚踹烂房门 没想到门板质量太差 直接戳了一个洞 鸟叔进屋的姿势那叫一个尴尬 劈着刹也要把两人抓捕归案 熊大熊二乖乖趴到地上 然而鸟叔不小心碰到柱子 这下鸟叔惨了 被满是钉子的木板砸中脑袋 跌跌撞撞起来还能走两步 第三步就摸到了滚烫的热水 擦枪走火打断吊灯 两兄弟什么都没做 鸟叔就来了一系列自爆 等他满身伤痕走出来 意外点燃了泄露的汽油 小警察被烧着 熊二拿水灭火 火是反而更大了 甚至直接连警车都爆炸了 熊二这才发现 瓶子里装的是汽油 还真是火上浇油啊 被电运的富二代 拿起配枪对着两兄弟就开枪 吓得两人只好赶紧躲进屋里 见他们不出来 富二代和阿呆就绑架了他们的狗 熊二只好全副武装和他们硬扛 熊大则趁机从后面包抄 成功就走了小狗 富二代还想开枪 不料竟然没子弹了 撒鸭子就去追他 熊大跑不过年轻力壮的大小伙 还是被绑在树上了 幸好熊二和美娜及时赶来 解释了误会 富二代才不管他们是什么人 只想着拿回自己的手机 还对着美娜一阵羞辱 不料阿呆突然从身后一板砖砸过去 他早就看不惯富二代了 抢来他的手机就要曝光他 兴奋地跑走了 没一会就又跑回来了 之前已经去西北的笑话 竟然被山羊恶魔附身了 他盯上阿呆 追着就跑走了 剩下几人回到别墅冷静 不料富二代一开门就碰到了阿呆 阿呆也被恶魔附身 大叫着冲进屋内 然而熊大几人的惨叫声更大 富二代拿出自己一千万买的符纸 阿呆眨眼的功夫就把纸烧了 骑在富二代身上 咬着他的头就不松口 危急关头 熊二将阿呆扔进了地下室 然而平静不过十秒 富二代就被阿呆拉下去了 随着地下的法针慢慢变红 竟然意外开启了地狱之门 原来几十年前 就有老牧师发现了山羊恶魔 用尽什么办法都不能使其消灭 最后老牧师用恶魔都害怕的专属手枪 才将其消灭 之后就把消灭恶魔的重任交给下一代 时隔多年 牧师感应到地狱之门被打开 一路来到这里 一开门见到熊大熊二 还以为这次有两个恶魔 一抬头才看见 真正的恶魔正在头顶 此时的富二代完全被恶魔附身 头上还长了两只脚 牧师念着咒语向他靠近 不料下一秒就被一巴掌打出来了 熊大趁机点燃汽油引爆房子 将牧师救出来 然而富二代一点事都没有 还把死去的鸟叔等人复活 将其变成丧尸 兄弟齐心 齐力断金 熊二挥舞着电钻 再次把几人送上西天 两人合作将恶魔富二代也送走 就在他们高兴的时候 富二代突然飞来 扎伤熊大的大腿 连带熊二也一巴掌打飞 两兄弟被恶魔堵住 危急关头警察挺身而出 只可惜出场不过三秒 就被恶魔一拳解决 这下两兄弟必死无疑了 已经说好了一言 关键时刻梅娜赶来 原来牧师告诉她 使用专属手枪可以击毙恶魔 梅娜直接开枪 子弹在空中飞了一会儿 一枪爆头 恶魔爆炸了 但恶魔却没死 在空中显出了本体 马上要再次攻击他们 就在这危机关头 这时空中出现一只巨大的手 一把将恶魔攥在手里 大手把恶魔带走 然后就消失不见 地下室的法阵也熄灭了 三人还成了古书上 对付恶魔的天使 最后 兄弟俩把事情的来龙去脉 如实告诉媒体 谁也没想到 看起来就像罪犯的两人 其实和罪犯一点关系都没有 看来长得丑的人 都是善良的好人 本篇叫帅哥们 本期问题 在生活中 有时候 明明是做好事 却被人误会 被别人当成做坏事 你有被误会过吗 有过扣三一 没有过扣三二 本篇是翻牌子 双宝都恶魔 虽然篇中 有一些恐怖元素 但全篇都充斥着搞笑 熊大熊二 人想住大别墅 享受生活 没想到 后来发生那么多事 还好 最后洗净了误会 本篇好看 推荐主管原篇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了 记得给波勒的熊熊家族 点赞关注和订阅 我们下期见 拜拜